Hello, 大家好, 十三小的推介時間 來到星期五, 場的帕斯·江輝對亞德萊德聯 季後賽的第二圈, 差不多半準決賽 現在只剩下四隊球賽的冠軍 帕斯·江輝因為他第二圈才參賽上屆的冠軍 所以體力佔優一點 亞德萊德聯上場球賽對著墨爾本城 墨爾本城基本上踢到百二分鐘 憑賀露雲的入球賽就殺了墨爾本城 體力上, 帕斯·江輝是佔優的 但是亞德萊德聯也不是很辛苦的 始終是他們穩守突擊 相信在這三天的休息時間內 體力也不會太蝕卸 戰績上兩隊球賽都是差不多 始終是五球賽 在盤口方面, 帕斯·江輝始終是冠軍 養到半一本 在大小方面, 兩球半 大是百水, 小是1.9 珠客和1.6 在盤口方面, 十三時會選擇什麼 選擇入球大小 兩球半的中位數, 選擇小 希望有1.8 1.9 為什麼這樣選擇呢? 其實帕斯·江輝這隊球賽 上場是大勝的威廉頓鳳王 因為季尾最考場的球賽 但之前大部份都是開小 尤其是主場 也是1-0, 0-2 或者其他比數 也有試過贏4-0 當然, 當然對著布里斯·伯斯·康 或者對著不靈頓鳳王的弱隊 不出奇 但亞德里德聯的踢法 比較穩手突擊 無論在作合或是主場賽事 其實大部份都是小比數 有球入贏也好 都是1-0 或者是0-2 或者是2-0 那些賽果 0-0也出現過 3-1 亦對著弱隊 威廉頓鳳王 就是這樣的球 所以 看看上場 對著墨爾本城 踢法上 在這場上也是用得著的 所以 2.5球的入球大小 非常直撥 2.5球小的是13兆 這場的 第二圈的推介 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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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